两岸万一开打,国军到底能抵挡共军多久?这是历任国防部长到立法院备寻的必考题。 国防部长冯士宽昨天在立院说不止两周,这是最新答案。 不过去年9月21日,冯士宽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,答复立委执询时是说绝对超过一星期以上。 国军可以撑多久?这道题目从蒋仲林,唐飞,唐耀明,武士文,李杰,李天宇,高华柱,严明到冯士宽,历任国防部长被考时都有给答案, 稍则几天,多则一个月以上,从来没有人拒答过。 几位国防部长给的答案则因军种出身不同而有意,一般来说台海战士能撑二周是个标准答案, 李杰就是这么说,这也是美方要求的,国军之所以要撑欲酒欲好,目的只有一个,等待国际介入,也就是本代美方调停或美军持缘。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赖士宝在立法院,直询冯士宽说李天宇曾说如果两岸开打,国军可撑两周,现在国军可撑多久? 冯士宽达巡说当时李天宇只能打两周,但现在不止,不过两岸战争数战略问题不应在国会说, 他不能告诉赖士宝,李天宇当国防部长时,距今有段时间, 这期间国防部整军金武有更强大的力量,可以撑更久。 忠实 请不吝点赞订阅